女星陈爱玲去年在脸书踢爆前MP魔幻力量鼓手阿祥劈腿诱约炮 害她一度流产 抑郁症也复发 未料 阿祥今年3月却反控陈爱玲也出轨 亲眼目睹妻子与大学生班底的艾莉克斯严廷生在床上亲亲我我 然而时隔近3个月 陈爱玲23日深夜就在脸书宣布与阿祥离婚 表示日后与前夫不再有瓜葛 陈爱玲在文中宣布与阿祥不再有瓜葛 同时也回应互控出轨新闻 关于所有的报道和影视 我只能说这段婚姻没有谁是真正的破坏者 只是她的开端就注定了失败而已 我的爱微不足道 不足以改变谁 陈爱玲最后感谢情夫替她人生上了一课 看过去种种能随岁月尽快淡去 也期许未来会有一个爱她的人 在未来给她一个婚礼与家庭 更希望外界相信她 并非新闻中所说那么不堪的人 陈爱玲文中最后写道 我的爱微不足道 不足以改变谁 日后我与亲夫将不再有任何瓜葛 两只猫咪归她所有 我也将放弃探视 请明白我比谁都难受 鸡蛋糕 谢谢观看